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又一开 这期视频我想接着上两期的话题继续跟兰友们聊一聊 我们这个新手哈 第一期我有讲了我们应该在入兰花之前 准备好这个盆子和植料的选择 上一期我有讲了我们可以入一些 哪一些品种呢,比较好养啊 比较适合我们新手 然后这一期我就跟兰友们聊一聊 当我们把这个兰花接到家以后也种好了 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我把它归类了三点 跟兰友们一一来分享一下哈 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尤其是我们新手哈 比较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刨这个兰花芽 因为这个兰花芽 它在刚刚分化这个芽点的时候 这个芽点比较小又比较脆嘛 它刚刚开始饱满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来刨这个炉头 一不小心呢会碰伤这个芽点 碰伤以后它就长不起来了 或者干脆把它碰落了 因为这个新长出来的芽点还是比较脆的哈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什么 就是不要来翻盆啊 因为兰花嘛它长得比较慢 也许呢一个月呢您种好了以后 不知道这个兰花有没有浮盆 就是从它这个外表看不出来 它又没有生长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点心急了 会翻这个兰花盆啊 翻一下盆看看有没有斩根啊怎么样的 就是这个动作呢尽量不要做 因为什么啊这个翻盆 每翻一次盆这对兰花来说 就要再浮一次盆 所以说来我们尽量不要给它来翻盆 只要它这个表面叶子 没有一个太大的问题 我们就不要动它哈 当然是我自己刚开始养兰花的时候 也有翻过盆 没有办法 所以不是说一开始就会养这个兰花的 偶尔翻一次也就翻了 但是不要常常翻哈 或者您有个几盆翻其中一盆 看看大致就可以了 看一看这个质量有没有合格也就行了 不要常常翻 这个对兰花伤害还是很大的 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兰花的牙长得很慢 我可以给兰友们近距离的看一下哈 这个兰花从出牙到长成这么大的苗啊 需要大概个半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说来友们不要一下子就觉得哎我这个牙怎么不长了 是不是江苗了 不是这个原因哈 是因为这个兰花牙本身长的就不快 像这种建兰呢春兰呢 它这个牙到成苗大概是需要个半年左右的时间 如果是惠兰呢 它这个成苗时间会更久 惠兰差不多会持续一年的时间 就是你看这个惠兰叶子已经长到大半达了 它有的时候叶芯还会再抽出一只新叶子来 这个惠兰成苗是最慢的 所以说来友们不要心急哈 不要心急觉得说我这个兰花没有浮盆 你看像这一种 它这个还没有开口 现在只能看见它有两片叶哈 所以它这个叶芯里面应该还是有叶子的 因为这是春间嘛 这个还是挺壮的 然后另外想跟来友们分享一个什么 就是也是好多来友常常问我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这个兰花有胶尖呢 是不是生病了 给来友们看一下 我自己养的兰花也有胶尖 我们就是捧着一个什么原则呢 就是这种老苗胶尖 这种老苗有胶尖 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 老苗它肯定是有这种自然的生理胶尖 逐渐的退草 我们就是切记一个什么 就是这种新苗 这种新苗是完全健康的 没有胶尖的 这个就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居家嘛 毕竟没有那么高的湿度啊 或者这种老苗它自然退草 都是避免不了的 像这一盆也是 我的手机不太聚焦哈 看这一苗也有胶尖 像这种的胶尖都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胶尖 我们如果觉得太难看了呢 就可以把它修掉 或者怎么样呢 手机不聚焦哈 这样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 这个地方用手折一下 折一下呢 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前发展了 只要是这种新苗是健康的 那这个整盆兰花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蓝友们不必太过于焦虑啊 太过于担心 最后一个我想跟蓝友们分享的话题呢 就是 妙招 就是网上 因为现在嘛 这新奇时代啊 我们想收一个这个兰花 怎么去养护啊 怎么促使这个兰花多发新苗啊 怎么促使这个兰花开花呀 我们在网上一收啊 各种妙招都出来了 各种神仙水都来了 用了我这个水 这个兰花花牙 嗖嗖的长 新牙嗖嗖的长 我可以很肯定的 刚才我们说 没有这种神仙水哈 如果我们收到这些东西 尽量还是避开 尤其当我们是新手的时候 我们无从去分辨 它这个东西是对与错 真与假 我也有看过好多啊 就是我对他们的评价呢 就是三个字 标题党 就是兰花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就是正常的养护 给它一个合理的肥力啊 给它合理的光照 像这种撞苗的话 它到开花的时候 它自然会开花 如果是弱苗的话 没有开花 那您这个时候 给它用了一个太多的肥 只会伤了这个兰花的根 甚至会导致导苗 我们尽量呢 不要给这个兰花 用这种大肥啊 我好像在往期的视频中 已经说过好多次了 兰花不是一个 洗大肥的植物啊 如果我们给它用的这个肥啊 太重了的话 会烧这个兰花根的 还有一个兰友们 要注意一个事情 就是要分清自己种的是下山草 还是贫种草 我可以很肯定的 刚才我们说 我们可以用种贫种草的方式 方法来管理这个下山草 但是我们尽量不要用 种这个下山草的方法 来种贫种草 所以说新兰友们 在种这个兰花的时候呢 一定要结合自己本地的环境 和您所种的这个品种 来对这个兰花 进行一个相应的养护啊 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包括各种妙招啊 我们尽量呢 就是先避开 等我们这个养护经验 丰富一些的时候 再慢慢地去尝试 刚开始养兰花的时候 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吧 就是一个合理的光照 合理的通风 简单地给这个兰花 使一点下好康多呀 或者奥绿 现在有一款是兰花专用的肥 我们就用这种 这种肥呢 就是相对比较稳定嘛 这种缓食肥 它相对就是比较稳定 我们用起来呢 就比较安心 它一般呢 是不会给这个兰花造成一个肥害的 这期的视频呢 我就跟蓝友们啰嗦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